大家早安 气象署持续针对今年第三号台风凯米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 目前这个台风的暴风圈已经开始进入台湾的陆地 也开始涵盖到台湾临近的各海域 我们要提醒台湾 澎湖 马祖 以及在台湾临近海域的朋友们要注意防台的准备 航行及作业船只也要严加戒备 我们先来看一下目前台风的最新的位置 那从目前的最新位置在今天早上八点 台风已经来到了宜兰东南东方大概210公里的海面上 这个台风未来会逐渐的朝向西北溪的方向 逐渐往台湾东北部的陆地前进 我们预计大概在今天的深夜这一段时间 台风的中心就有机会从宜兰或发廉附近登陆 那随后经过台湾北部陆地 在明天清晨到上午进入台湾海峡北部 这一段时间将是台风对台湾影响最为剧烈的时候 我们要特别提醒随着台风逐渐的接近 在沿海东海岸的浮标 我们已经看到了5米高左右的浪 那其他的在东半部的沿海 包括恒春半岛等等浪高也都有来到2米以上的浪高 风浪是逐步的在增强 我们预计今天有些海岸可能会侦测到6米左右的浪高 另外在风力的部分也是明显的加强 除了蓝宇站有出现11级的阵风 宏价有出现10级的阵风之外 其实包括在中部以北以及东半部的沿岸 在今天早上都普遍已经出现了7到9级的强阵风 我们要特别提醒随着台风逐步的接近 风力上会明显的再增强 那我们来看到的是风力预报的部分 这个是今天早上这一段到中午之间的风力预报 其实各沿海都已经有机会出现8到9级的阵风了 那当中包括了离台风比较近的台东 绿岛蓝宇恒春以及台湾海峡上面的澎湖 可能会有9到10级甚至以上的强阵风出现 到了今天下午这个风力会进一步的再增强 几乎各县市的阵风最大阵风都有机会来到10到11级 那包括内陆的县市嘉义台北跟南投 风力也会逐步的增强到8到9级 这段时间要特别提醒是随着台风逐渐的往宜兰跟花莲附近接近 在宜兰这边的话在比较接近傍晚的时候 可能会开始侦测到12到13级的强阵风 甚至到了今天入夜我们不排除在台风中心的登陆点附近 有机会出现13级到14级的强阵风 这是非常强的风速请大家要特别留意 不过虽然台风的路径目前看起来是往宜兰的机会比较高 但是我们不排除台风在接近台湾的过程当中 可能会有一些南北摆荡的状况 所以请大家要持续注意 这个台风它未来的动态去追踪 整个台风中心附近强风可能会影响到的区域 而这个台风另外一个比较大的影响是针对雨量的部分 我们先从在整个降雨的趋势图上面可以看到 今天台湾这边开始受到外围环流影响 迎风面主要是偏向于东北风 所以是北部跟东半部的降雨是逐渐的增加 目前我们在太平山的累积雨量 从昨天到今天已经超过200毫米 我们预计这样子的雨势在今天会持续 而且会越来越大 而到了下半天包括像中部跟南部的雨量 也会逐步的增强 那在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台风中心通过的时候 预计是台湾本岛风雨最大的时候 我们预计其实包括在整个西半部 尤其是中南部的山区 雨势上预计会非常可观 我们目前已经针对了包括台中以南的山区 有发布到豪雨特报 可能会达到超大豪雨的等级 宜兰的山区也可能会来到超大豪雨的等级 那这样子比较明显可观的降雨或风雨 会一路持续到25号的白天 那一直要到26号台风远离之后 风雨才会逐步的趋缓 但是水气还是相当的多 因此中部跟南部在26号 还是持续有局部性的大雨 甚至是豪雨发生 整体的降雨来说会是非常可观的 而除了风和雨的影响之外 今天在台风靠近的过程当中 因为台东是属于背风面 所以在今天下午甚至到入夜 反而会有焚风的高温的出现 那从温度分布图上 我们可以看到主要高温的区域是在 包括花莲到台东 尤其是在台东这个位置 可能会有局部36度的高温 而且可能是从下午一致持续到 入夜这段时间都会有36度的高温 另外包括在金门温度也是比较高 我们是有发布高温资讯的状况 所以最后我们做一点整理 在这段时间今天跟明天 是台风影响我们最剧烈的时候 特别留意强风 以及剧烈的豪雨的出现 那今天白天的话 北部跟东半部风雨已经蛮大的了 那在中南部澎湖风雨也会逐渐的转强 一直到今天晚上明天清晨 中心通过台湾的时候 预料会是台湾跟澎湖风雨 最剧烈最明显的时候 而到了明天 在西半部的风雨还是会持续的 而且雨色还是蛮大 那随着台风逐渐接近华南 包括金门、马祖可能在25、26号清晨 都还是要留意整个台风的影响 所以提醒大家 目前开始是台风影响最剧烈的时候 请大家做好防海准备提高警觉 并且要多注意台风的警报资讯 以上是上午的台风说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